對極國政府不顧多年來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多方協助與情誼 我方自感遺憾 並於強力譴責 政府也宣布 自即日起終止 與吉里巴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畫 並立即撤離大使館 技術團及衛生中心人員 我方也要求極國立即撤離 其政府駐台人員 吉里巴斯馬茂總統 及執政黨部分人士 一直對中國存有幻想 馬茂總統於2016年上台後 仍與中國有經常性的互動 近來中國政府也藉由漁業公司 或以其他商業投資為藉口 常駐極國 滲透極國政府 並且擴展其影響力 近期 馬茂總統更承向我 所求高額證款 以購買民航客機 我們雖然願意協助極國發展 加匯人民的民生建設 但是由於原證盈利用途的商用民航機 並不符合我國國際合作發展法的立法精神 政府在考量我國的財政能力後 建議以優惠商業貸款的方式協助 但是不為極國所接受 我方情資顯示 中國政府以承諾提供證款 供極國採購多架民航機與商用渡輪等 又使極國外交轉向 中國政府接續策動我國的友邦和我們斷交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借打壓並限縮台灣的空間 國際空間 逼迫台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 接受中國為台灣在國際上的宗主國 最終完全消滅台灣主權 但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已經明確表達 我們絕不接受一國兩制 政府會更加堅定國家主權的立場 我們不會在中國政府外交公司之下 在主權立場上有任何的退讓 政府再次強調 中國一再打壓我們的國際空間 並不會改變台灣存在的事實 也無法嚇阻台灣人民堅持追求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政府除了努力維繫和其他的邦交國關係 也會持續開拓和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 並且以有意義貢獻的方式 來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更多的友誼和支持 我們再次強調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民主的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人民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國家元首 和國會的方式來彰顯主權地位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從未在台灣 統治過任何一天 這個客觀明確的事實 不會因為中國對台灣的霸凌而改變 相反的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壓迫台灣 只會堅定台灣人民的主權意志 台灣人民絕對不會向中國政府低頭 中國政府藉由外交事件製造台灣國內輿論 影響我國總統和立法委員的選舉 破壞我國的民主程序的意圖極為明確 對中國政府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呼籲所有民主國家共同表達嚴厲譴責 並且認清中國威權政府的目標 就是要摧毀民主體制 一步步擴張威權主義 台灣位在民主國家的最前線 我們會堅定守住這一道民主防線 鞏固我們的民主體制 不會讓中國操弄我們的選舉結果 也不會讓中國決定台灣人民的前途 以上謝謝 好的我們謝謝部長 那謝謝部長 那我們是不是接下來可以接受一些提問 媒體不曉得 蘋果佩花 部長我們大使館最早回報這些訊息的時間點 這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您宣布 剛剛跟極國斷交之前 我們跟極國雙方溝通的 最高層級是什麼 這可以說明一下嗎 以及您剛剛提到的 這是對方要求援政民航課金 那那金額是多少錢 謝謝 有關於我們跟極國的這個邦交關係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2016年馬毛總統上任之後 我們就發現他跟中國之間 有很多的這些往來 那我們對極國的這種邦交關係 我們就特別加以注意 那在去年的年初的時候 我們也發現馬毛到一個第三地 和中國的政府官員有一些接觸 那因此我們都長期保持非常密切的關注 那最近這段時間 極國的政府不斷跟我們提到像購機案的這件事情 那由於購機的這件事情提供直接的資金 讓他們去購買飛機的這件事情 跟我們的國際合作發展法是不符合的 也因此我們跟他們在商量 有關於購機這件事情 如何來協助他們購機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發現說他們的態度已經變得非常的消極 不願意跟我們討論任何來協助他們的這個方案 那當跟他們在溝通的時候 他們也有很多的其他的這些藉口 比如說上一次總統 並沒有到極國去訪問三月的時候 那當然那時候已經說明的非常清楚 就是說兩邊元首的時間沒有辦法湊在一起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雖然說有很充分的說明 但是極國要離開我們的這個時間 這個事情是看起來是非常的明確 那最近也有一些理念相近國家 他們有一些資訊的掌握 也讓我們知道說有這些事情 那也因此這個事情就讓我們在跟極國的這個溝通之中 就有這種加倍的這個努力 那但是即使我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最近的這個溝通看起來都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這個效果 那剛剛有問到說溝通層級這件事情 我們都透過我們住在吉里巴斯的這個大使館的人員 跟對方溝通 那我們也跟吉里巴斯住在台灣的蘭黛系大使進行溝通 這個跟其他的國家之間交往的這個模式沒有兩樣 好的 好的 謝謝部長 那不知道其他朋友 加南台北Times 目前亞太地區的那個邦交國有沒有辦法去直寫說 防止再失去更多邦交國 謝謝你這個問題 有關於亞太地區的四個邦交國目前的狀況 跟大家說明如下 在禮拜一我們跟索羅門群島斷絕外交關係之後 我們已經要求我們的住管跟當地的政府重要的政治人士 進行密切的這種溝通和了解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這個爭後 我們必須要去注意的 那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有一些小小的爭後 但是我們目前跟其他四個國家的邦交關係 並沒有讓我們擔心的地方 包括諾魯或者是土瓦魯或者是帛琉和馬哨爾群島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謝謝部長 TVS 聽聽 部長想要兩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是根據情資顯示 中國大陸在十一建政70年以前 由習近平親自督軍臺灣借選計畫 想藉由奪取我邦交國來得分 展現台獨 可不可以麥克風調大聲一點 然後也請記得朋友那個 麻煩那個長大聲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聽不到 不好意思 Test test OK 部長TVBS 聽聽 我有兩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是想問一下 根據情資顯示 中國大陸在十一建政70年以前 由習近平親自督軍臺灣借選計畫 想藉此奪取我邦交國來得分 展現打壓台獨戰績 也轉移香港的反送中 還有中美貿易戰的壓力 請部長就是來就此評論一下 第二個題目想問一下 就是說 您就是禮拜一 與我方與鎖門斷交之後 當時有個題目是問說 會不會在太平洋島國 引起這個骨牌效應 那現在看似說 目前又失去了吉里巴斯 那這個骨牌效應 目前我方要如何的制止 或者說有沒有相應的對策 非常感謝你剛剛的兩個問題 有關於第一個問題 就是習近平親自督軍要展開對台 或者是對香港鬥爭這件事情 的確我們是有看到一些情資 那但是我想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公開的資料 習近平在針對香港的議題 針對台灣的議題的時候 媒體都有報導說 該鬥爭就鬥爭 那我相信這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有關於這些比較細節的這個情資 我並沒有掌握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個在禮拜一晚上 索羅門群島的事情發生之後 那我那時候是說 那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結果大家感覺是好像有骨牌效應 已經有另外一個國家 跟我們斷絕外交關係 但是我們所瞭解的 就是在索羅門群島的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吉里巴士的總統 他就決定要跟著一起走 那所以說最近這幾天 事情發展得非常的快速 那我們也透過有盟國家 理念向盡國家的這個情資 有相互來做比對 那我們的大使館當地 也在做最後的這些努力 謝謝部長 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媒體 有像個自由小碰 然後等一下 然後之後是這個忠實的這個 夢力等一下 先小碰 部長請教一下 我們上一次索國斷交的時候 美國有一些比較具體的作為 比如說想要請副總統彭斯 安排跟索國的總理見面 那不曉得這一次 敵國的這個狀況 有盟國家 比如說澳洲或者是美國 有沒有相關的作為 另外是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就是 民航機的那個金額的部分 我們有掌握比如說中國承諾給對方 要多少的金額去購買這個民航機嗎 謝謝 有關於美國或者是其他理念相近國家 是不是發言或者是說採取具體的作為 來協助我們 來力挺台灣 那我想 最近這一段時間 跟台灣非常友好的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都跟我們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我們所掌握到的第一手的這些資訊 也就同時跟他們來分享 那他們所掌握的這些資訊也都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們之間的那個合作 就太平洋國家 跟我們邦交關係的這個議題上面的這個合作 其實是非常密切的 那但是因為各個國家 他們所面對的這個情況並不一致 因此我們看起來 每個國家他們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那有關於這一次的那個吉里巴士的這個事件 到底美國或者是說其他的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他們會怎麼樣的反應 我這邊並沒有辦法預期 但是如果看到中國的這些作為 在自由開放的這個印太戰略上面 所造成的這個衝擊 我相信包括美國在內的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他們是會有回應的 那如果說我們看一看索羅門群島 他的戰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他就在澳洲的北邊 那他是一個具有非常戰略重要的這個國家 那吉里巴斯他在太平洋地區 他所佔的這個海域是非常的廣大 也因此如果說中國能夠控制索羅門群島 和吉里巴斯的話 我想這個對於自由開放的這個印太戰略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衝擊 那也就是說中國威權主義 他的積極擴張在太平洋地區 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戰略的這個後果 那我這個就是我剛剛所呼籲的 如果說看到民主國家看到 中國在這邊積極的擴張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大家應該攜手合作 來共同阻止威權主義積極向外擴張的這個行為 謝謝部長 我知道剛剛忠實的夢力對不對 夢力還有 部長 因為剛剛您有提到在南太直學的部分 您剛才說四個國家邦交關係不用擔心 但是你剛剛有提到有一個小小的證後 那不知道這邊能不能透露是怎樣的證後 或是哪一個國家 我在這裡沒有辦法跟你講那個詳細的情形 通常我們在看這些證後 就是說看看這個政府裡面除了那個執政者之外 還有其他的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企業界等等的 是不是有跟中國有密切的往來等等 像這個都是我們在觀察的一些證後 那我剛剛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這個四個國家跟我們目前關係是非常的密切 譬如像諾魯的總統已經選出來 新的總統 那他已經在跟我們洽談 什麼時候要到台灣來訪問 那他基本對台灣的這種立場也是非常的友好 那這幾天媒體上面也在報導土瓦魯 那我們土瓦魯的大使 駐土瓦魯的大使 在選後也是跟所有的這些重要的政界的人物 跟他們新當選的這個國會議員 都有一一的去跟他們恭喜 那我們所獲得的這些資訊也是非常的寶貴 就是說這些新當選的這些國會議員 新當選的總理都對我們非常的友好 那我們會持續的跟這幾個國家的這些政治的人物 跟政府和國會議員都會保持非常密切的溝通 保持友好的關係 非常謝謝部長 我知道公事寒英然後旁邊的人先寒英然後在您 謝謝 部長不好意思公事寒英 部長因為一週已經斷了第二個國家嘛 還是想要請問一下這一次 您是否會考慮負起政治責任辭職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說 這樣看起來已經是一個外交戰了 那麼外交部這邊是不是可能有 比如說建交的積極作為呢 謝謝 第一個問題 我的答案是跟上次是一樣的 就是作為一個政務官 我必須要為我的政治責任 負起這個必要的責任 我的態度非常清楚 而且我也不會迴避 那但是至於去留的這個事情 要交由長官來做這些決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採取積極的作為這個部分 那我剛剛在聖明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外交部的責任 是要鞏固我們的既有邦交的這個關係 那也要拓展我們跟非邦交國家之間的 這個關係 那也要透過這個有意義的貢獻的 這個方式來擴展我們國際社會上面的 有遺憾支持 我想有關於我們跟非邦交國家之間的 這個關係 我們前一陣子已經透過不同的這種方式 來跟各位 來跟各界來做說明 比如像我們跟歐洲之間的這個關係 已經有大幅的進展 那接下來我只會預期到有更好的這個進展 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從不同的這個層面 包括總統過境 或者是說軍售的關係等等 我們看到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那個關係 是有長足的進展 那甚至是我們跟中南美洲的國家 非邦交的這些國家 比如說我們在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是其他國際組織的時候 這些跟我們沒有邦交的這些國家 他們國會議員有很多人來發言力挺台灣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外交上面的進展 那有關於外交 這個就是我們外交部的責任 那我們會持續的努力 來鞏固我們的邦交國的關係 也會擴展我們跟理念相近國家 非邦交國的關係 也會用我們積極貢獻 與國際社會的這個方式來得到國際的支持和佔育 好的 謝謝部長 對來 請 部長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一個星期來斷了兩個國家 那請問現在是蔡總統上任以來 掉了七個國家了 那請問一下現在對於邦交國 有沒有一個這個底線 就是我們可能在未來看他警戒的這個數字上面 我們有沒有設定說 大概掉到什麼時候 我們會調整我們在外交上面的一個 作為 謝謝 目前我們並沒有討論到這一類的議題 我們所有的邦交國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 對我們來講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會鞏固所有的這些邦交國的關係 那我們也會散盡我們國際社會的責任 把每一個邦交國都當做非常的重要的 這種關係來加以處理 那我想除了那個邦交國的關係之外 我在這邊也要再一次強調就是說 跟非邦交國的實質的關係的進展 也是我們外交部的責任 那我們會在這方面也會積極的來加以處理 謝謝部長 不曉得還有沒有在 中央社自營 部長您好我想問一下就是這次我們跟吉里巴斯的邦交出現問題 跟最近我們原本住吉國的大使調回部內這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部長剛剛有提到是說目前另外四個太平洋友邦的關係還算是穩定 那我想問的是那另外十一個友邦我們評估目前我們的邦交狀況是怎麼樣 謝謝部長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那個我們駐吉國的大使剛剛調回國內 他是因為健康的因素請調回國內 那這個跟邦交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新的大使也正在積極的作業當中 所以這個並不是邦交的一個因素 那另外有幾個邦交國的這個關係 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或者是教廷的這個關係 那目前我們也在非常的努力要求我們的住管去清查當地的這個政府 或者是政界或者是企業界跟中國往來看是不是有任何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 我剛剛所說的就是說每一個邦交國對我們來講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也都非常的重視希望能夠鞏固我們跟這些邦交國的關係 那謝謝 非常謝謝部長 不曉得記者們還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 自由亞洲 最後一個問題 馬上再重複一遍 因為客機的要求 那剛剛有爆出一個數字說七千萬這個數字是被印證的嗎 還有現在邦交國剩下十五個 那其實有一些想像已經在討論就是關於林邦交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應對在蔡政府接下 有關於金額的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跟你證實 因為我們所收到的這些情資 只涉及到項目並沒有涉及到那個金額 但是有關於金額的部分我們是可以去理解 去做一個估算或者去做一個搜尋 應該是可以找得到 但是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confirm 那第二個問題 那我想任何的這個外交部長不會坐在這邊 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謝謝你 好 謝謝部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大家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謝謝 謝謝